还有20分钟 哎呦喂 真能说呀 那有的视频才一万多播放 可是挑拨男女仇恨的回复 就可以达到几倍的数据 那一看就是专业团队在背后操作的 而这些网络水军挑拨男女仇恨的行为 它本身就是这些东南亚诈骗端火 接到的西方国家的订单在背后的操作 大家没发现吗 这两年为西方搞环保的没生意了 和死了一样 不吃肉蛋奶的也没生意了 对吧 搞动保的现在也没生意了 搞人权的更没生意了 对吗 当初这些用在动保环保造谣的资金 几乎全部用在一个重点制造性别仇恨 大家记着 他们已经不是在挑拨性别矛盾了 而是在刻意的制造性别仇恨 那很多人就说 哎为什么你有性别仇恨 人家别的国家就没有了 因为人家西方国家已经几乎没有性别了 你没有性别 你哪也在性别仇恨 你说你是个女的 凭什么 你别看你外表是个女的 我看你那些就是个男的 对吗 你别在这给我装什么女的 对吗 你说我是男的 凭什么 我那些就是个女的 你说我是男的 你就是在歧视我 对吗 所以人家已经没有性别了 就根本不存在性别矛盾和仇恨 你说了 人家已经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事实 但是咱们不行了 咱们中国人都是习惯用事实说话 而不是用虚拟的意识形态说话 你分明就是个男的 你往女厕所里跑 不打死你才怪对吗 你这样一来 现在搞男女仇恨与东南亚人口诈骗的等于是合流了 你明白吗 他们背后都是一伙人在操作 都是那个活地狱一样的这个类似于缅北科技人区里面 所以现在他们在泰国男模的视频下面 各种挑拨性别矛盾的评论 最终的目标 甚至人家都已经很直白的写出来了 就是在不停的告诉中国女性 如果不去泰国找种吃男模 你就没有女性的尊严 如果你不去泰国找男模 你就不是独立女性 如果你不去泰国找男模 你就是被男性欺压的奴隶 如果你不去泰国找男模 你就是不会独立自考的行尸 你的生命就没有了价值 我这还是挑一些能说 他们写在上面能说的 真正的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 我只能用难以想象来形容真的 只要谁要敢对他们这个动机 有一丝的质疑和疑问 他们马上就给你扣上一个欺压女性 中国男人又破防的帽子 对吗 他们的所有话术评论 最终的目的就是三个字 就三个字 去泰国 对吗 至于你去看什么 就像当初他们骗中国人去缅北是一样的 只要能把你弄出中国的国境 一切都不重要了 因为到那边就全是人家说了 算了 你什么都没有了 无论你干什么 你只要去了就行就够了 人家炒作这些泰国男模的视频 和当初推理赛高的视频 目的都是一样的 操作说实话 完完全全也是一样的 像推理赛高那时不就是说 中国女性 太贵了要采礼 缅甸的女孩子 好追温柔又漂亮对吗 现在搞泰国男模的一套 不就是换了一个翻版吗 是不是 他们无非就是想说网络于水军激化国内的男女 男女仇恨 人为的为中国普通男女建一起一道阻隔之墙 然后他们骑在墙上两边收割 而现在呢 挑拨男女仇恨的这些订单和具体操作 到了东南亚诈骗团伙手中 他们不仅要收割的是财富 更是咱们很多年轻男女的一生家庭和身体 而更残忍的是就是不幸被他们控制的一些有家庭配偶的中国女性啊 有很多都是被他们网上那些话术的右边的背着丈夫和男友去的 那都是极其的小心和低调 等被发现失踪时很可能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 那有些不是谁的母亲就是谁的妻子或者女儿 知道在他们手上的作为家人子女的这种天然保护欲 只要人活着那是要多少钱就得给多少钱 卖房卖车的比比皆是 要是再狠一点可能还要把人全家都骗回去 搞得那家伙人亡 其实有时啊 这个历史真的就是一个大循环 当年深深毒害过咱们的 现在又才毒害咱们 现在的金三角是怎么来的 就是当时的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 对吗 让他们在这种植毒品 然后呢 强制卖给当时的晚清 对不对 用来毒害中国人的身体 现在又是这个地区啊 各种网络诈骗和赌博团伙 得到又是西方人的在网络上的帮助 挑拨咱们的男女仇恨情绪 然后还是用来毒害 还贩卖咱们国人的身体 对吗 同样咱们也不能把一切全部归于外部啊 当年满清也是因为国家的孱弱 被人家倾销鸦片 对吗 现在之所以 真能胡扯呀 四个字 不去泰国 他就告诉四个字嘛 外国为什么没有什么男女性别仇恨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性别了 哎哟呗